罗马书第十三章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异 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 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想行在白昼 不可荒焰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征敬极度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我相信 今天参加白昼 内容 有的是 当然 参加白昼